中文字幕——YK 蜡染是一种具有高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 已经成为印尼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会讲到哪些蜡染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每个人都肯定已经了解蜡染 蜡染已被社会视为印尼重要文化的象征 印尼人民将蜡染作为休闲和正式场合穿着的服装 可用于各种活动 北苏门达拉省有八个原住民部落 拥有数百个富有价值的地方文士 古代人们的手工艺品 如这些文士 更存在于传统房屋建筑中 如果这些建筑不加保护 迟早会受损 这种状况触动了北苏门达拉省日里雪冷地区的一位 女手工艺师的心灵 最后她重新创作了祖先们在一块蜡染布上的艺术作品 在北苏门达拉省 蜡染之前并不存在 这与其擅长的纺织工艺不同 但这位女手工艺师学会了制作蜡染 凭借她的毅力 她能够制作出带有濒临灭绝的祖先文士的蜡染布 这位女手工艺师将她的蜡染作品命名为朗甘姆蜡染 这取自马来语命名的蜡染 也制作了其他地区的图案 在2008年 朗甘姆蜡染仍然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家庭生产 在刚成立的时候 这位女手工艺师花更多时间 透过她与丈夫共同创办的基金会 进行蜡染制作的训练 后来 这位女手工艺师开设了一家蜡染工厂 这家蜡染工厂成为日丽雪冷地区 约30名社区成员 进行实践与工作的地方 蜡染的美丽 取决于图案制作者的熟练程度 朗甘腊母的图案 由设计师手工和数位画创作 疫情期间成为朗甘姆蜡染的新故事 当疫情导致蜡染部受侵时 这位女手工艺师转向让当地女士们缝制防护服和口罩的工作 蜡染部甚至被制作成口罩 以便让女士们的缝纫机继续运作 当防护服和口罩订单下降时 朗甘姆蜡染就在这时发生了奇迹 在日丽雪冷地区 透过当地优质产品推广中心 政府鼓励中小企业主自我发展 包括朗甘姆蜡染在内 除了朗甘姆蜡染 我们继续了解下一个同样引人入胜和独特的蜡染 蜡染是将艺术与科技结合 蜡染的各种花样充满了来自祖先的意义和哲学 在日丽雪冷地区 还有一位手工艺师对蜡染的创新非常重视 这位38岁的蜡染制作者 过去是一名农民 他转变职业成为企业家和蜡染从业者 由于家中经常发生的海岸侵蚀 这种困境变成了他的新谋生之地 他努力种植红树林以防止海岸侵蚀 随之而来的是使用红树林 配料制作蜡染图案的提案 他和其他12位大多是家庭主妇和辍学儿童的手工艺者 能够生产红树林蜡染 自2012年投身制作蜡染以来 这位女手工艺者积极推广红树林蜡染 其中之一是透过日理雪冷图案创意节 该创意节在丹荣莫拉瓦地区举办 这是一个旨在推广日理雪冷特有蜡染图案的年度活动 这个社会也为日理雪冷的中小企业和创意产业 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作品的平台 其中包括朗干姆蜡染 本多博艺术坊等等 这些创意不仅在现场摊位上展示 还透过时钟秀进行展示 这场时装秀由日理雪冷地区的官员进行 他们自豪地穿着日理雪冷特有的蜡染创意 走上舞台 创意图案节也为热爱蜡染的游客 提供了一个观赏各种蜡染图案和花样多样性的地方 céu blijиф yüz ед三红 西夏 21 2 2 3 有关日理学冷地区的蜡染 我们要继续讨论 当地下一种 大家必须了解的蜡染 印尼的蜡染于2009年10月2日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承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说蜡染来自印尼的 蛮者博弈王国时代就已存在 并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 变得越来越流行 在北苏门打腊棉兰 有一处特别推广 北苏门打腊蜡染的地方 那就是阿尔蒂娜蜡染艺术坊 就像北苏门打腊地区存在的多元族群一样 这家艺术坊的苏门打腊蜡染 拥有各种图案 从马来的竹子到巴塔克独特的 勾尔嘎图案 阿尔蒂娜蜡染艺术坊的苏门打腊特色 透过两个工艺制作 即印花蜡染和手绘蜡染 印花蜡染是使用带有印花铲加工的一种蜡染 这里提到的印花铲类似于印章 而手绘蜡染的制作过程更加复杂 因为它是手工制作的 例如先用铅笔绘制图案 然后手工使用印花铲涂抹蜡 当然 所产生的图案源自于北苏门打腊的族群 正是这种独特性最终引起了中央政府 对阿尔蒂娜蜡染艺术坊的关注 从北苏门打腊省长到印尼总统 曾经都穿着阿尔蒂娜蜡染艺术坊的 北苏门打腊特色 在棉兰市 一位蜡染爱好者 对北苏门打腊特色的蜡染表示感到高兴 据它说 北苏门打腊的蜡染有着独特的特色 透过蜡染 它能够介绍北苏门打腊和其中丰富的族群 在继续讨论关于蜡染艺术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有趣的事实 如果去了苏门打腊省 大家可以跟家人或朋友 参观当地的自然旅游景点 第一 多巴胡 多巴胡是印尼的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圣地 这个超级优先的旅游目的地的面积 达到了1130平方公里 由于其辽阔的面积 多巴胡是印尼最大的琥珀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 第二 萨摩西尔岛 如果您正在前往多巴胡度假 请不要错过前往萨摩西尔岛的机会 位于多巴胡中心的这个岛屿 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文化 第三 霍尔布恩山 如果你曾经看过《惧怕于美食》 那么你一定对霍尔布恩山不陌生 这个旅游圣地是电影的拍摄地之一 第四 拉贡德里海滩 这片白色沙滩提供了适合世界级冲浪者的高涌浪 可与夏威夷媲美 事实上 拉贡德里海滩曾经是国际冲浪比赛的举办地点 第五 万蒙宫殿 万蒙宫殿的建筑设计融合了印尼 波斯和欧洲的特色 而马来和伊斯兰的氛围清晰地展现在位于苏卡拉甲区的建筑中 在了解了北苏门达拉的旅游圣地之后 接下来 我们要说一下蜡染制作者参加能力测试以获得官方认可 这些蜡染制作者要经过什么样的测试过程呢 印尼工业部报告称 2021年蜡染的出口价值为1.578亿美元 涉及101个印尼各地区的47家企业 共给予200名员工工作机会 对蜡染的高需求要求印尼的蜡染制作者具备高水准的技能 因此 总部设在三宝龙的蜡染专业认证机构 完全负责组织蜡染竞赛的能力测试 这次竞赛吸引了来自北苏满达腊各地的50名蜡染制作者 例如来自明里 冷籍 日理学冷和绵缆的制作者 在日理学冷地区的一个基金会进行的能力测试中 有三个方面进行了测试 其中包括蜡染图案 蜡染文字和印章制作者 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评估标准 对于蜡染文字 评估涉及使用印章的技能 包括各种技巧 以及对印章结果的细致评估 而在蜡染图案制作者的评估中 评估了绘制草图 并将图案移制布料的能力作为关注点 至于印章制作者的评估 评估标准包括使用印章的技能 以及印章的均匀和融合结果 一位参与能力测试的蜡染制作者 表现得非常热情 这位蜡染制作者在从事蜡染事业 已有12年之久 他的动力是希望透过参加认证 来获得对他的作品更高的认可度 在深入了解了蜡染制作者的专业测试后 我们将讨论有关麻羊花蜡染村 肯定有不少人还不了解这个村庄的由来 正如我们所知 蜡染是印尼的世界文化遗产 是印尼文化的独特标志 尤其是在爪哇 2009年 印尼的蜡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认可不仅使蜡染成为印尼文化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的一部分 麻羊花蜡染村成立于2017年中旬 由当地热爱绘画的居民组成 起初是因为他们的兴趣 居民能发起了在整个村庄的墙上创作 带有蜡染图案的壁画的计划 在得到丹格朗市政府的积极回应和支持之后 当地居民发起了一个计划 将壁画中的蜡染图案应用到布料中 并建立了一个名为 麻羊花蜡染的绘画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被当地居民用来发挥他们的兴趣 并学习在布料上进行蜡染 在这个工作室中 游客将学到如何制作蜡染 从涂蜡、上色、别色到最后的煮沸过程 麻羊花蜡染 这三个村因其独特而闻名 但同样独特的是在雅加达纺织博物馆开设的蜡染工作坊 大家好奇吗? 位于印尼首都的雅加达纺织博物馆 已成为各个群岛令人着迷的纺织品作品的家 在这个博物馆内 展览不仅展示了来自各地的精选作品 还提供了有关每块面料背后的技术、材料和文化意义的深刻信息 雅加达纺织博物馆通常会举办以研讨会和工作坊为名的各种群岛纺织品展览 除了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纺织品收藏外 雅加达纺织博物馆还为游客提供通过互动的蜡染工作室体验 制作蜡染的机会 各个年龄和背景的游客都被邀请体验成为蜡染艺术家的感觉 而雅加达纺织博物馆是任何希望深入了解和珍惜群岛文化 丰富多彩遗产的人不能错过的目的地 透过其令人惊叹的纺织品收藏和互动的蜡染工作室设施 这座博物馆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艺术和文化爱好者必有之地的声誉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参观博物馆的一些建议 我们一起看看吧 第一 调查即将参观的博物馆 每个博物馆通常都会展示不同的收藏品 大家需要了解开放时间以及门票价格 第二 准备舒适的服装 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 大家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穿上舒适的衣物 第三 可租用导游 大家也可以租用导游服务 导游会帮助我们解开博物馆内的许多资讯 第四 遵守博物馆的规定 每个博物馆一定都有自己的规定 大家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以免对其他游客造成不变 第五 准备好文件记录 参观博物馆不要忘记做记录 大家可以把这些记录上传到社群媒体 和更多的人分享故事 在我们更加了解各种各样的腊染之后 无疑地使我们更加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 这次是保护已被确定为印尼文化遗产的腊染 希望我们的子孙也越来越意识到 将腊染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重要性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